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奧鐵福案台 漫年就近幾天打兩場球 算是近期不太密集的賽事 兩場球其實都是重要的 因為都是我們欠帽 欠帽 或者勾建席位的主要對手 狼隊和韋思雄 兩場球也是贏得到的 這六分相當重要 我們現在由第八排都上第六位 盯著第五位的熱誌 另外值得留意兩場球其實我們入了七場球 其中前攻線的三位仁兄 入了五個球 上半季大家都插得近多 我們也插不少 就是萬聯的前攻就入不了球 似乎這兩三場球好像見到一些改善 其實這場球其實韋思雄的公仔是比我們多 亦是有很多賣牙的鏡頭 你看回大網站的孔帝 其實萬聯是不夠一顆球的 最多是0.597 韋思雄是至少一顆球的 甚至是1.4 所以雖然我們攻勢不是平坡 不是禁止來打二十多三個射門 其實只有十兩句 少過人很多 韋思雄是22 但是見到我們雖然射門少 但是我們前攻的把握力就好像有些提升 另外就是為什麼人家 球超過1 但是我們最終是天室 都要贊一下奧娜娜 都夠了一球成就 有一兩球一球都不錯 另外一條防線表現都不錯 這場球就是萬聯 和上場險勝狼隊的陣容 就做了一個變動 但是這個前面 因為雙魚是麥拉雅 大家知道 雙魚 先一兩場就打後備 這場球一叫做狀態好一點 就立即拿回華拉雅的陣場 拍著馬天尼斯 安阿比都在飛了國交給回來 就先打後備 我看怕安阿比下半季都沒有什麼機會 四位仪仲有 因為我們有新仔 有卡斯密爾回來 不過位斯岩就 上場球他就高調地用在萬城過來的 高聯配合先 就揹了飛 就送了一個禮 所以這場球就先打後備 中間位置就做了一個變動 就是艾格特訣 可以看到馬夫勒班奴斯 大家的變動都不是很多 但是萬聯的狀態 其實就比韋斯岩好很多 因為韋斯岩近期都好像不勝 先說一下前鋒線 這麼聰明 我們今季都不勝得清脆 也不多大勝 這場就為數不高的大勝 要提到海倫 我們丹麥的前鋒 連續四場櫻豬入球 原來是我們萬聯帝史裡面 連續四場櫻豬入球的最年青球 而我剛剛昨天就21歲生 最後生 當然希望他在場場繼續入球 將這場賽繼續刷新下去 另外看看 如果連續總規計 其實他近六場 自從打開了這個入球 在櫻豬入球的帳戶之後 好像都腳風跌順 近六場合入了五次球 足總規計也有入球 表現看到他逐漸上力 還適應到櫻豬的體力化 在對方的中堅 身堅都能夠找到 同時也注意 其實他也有兩個助攻 即是六場幫 加上其實近六場 創造了七個入球 和隊友的比喻 但是我覺得就越來越好 不過我也說了 海龍就不肯給球 是沒有人肯給他 不過這個問題 看到他好像前面 即加拿槽 班奴 和福仔 好像覺得他和福仔的默契好像好一點 以前說神經病 現在開門就是這樣 一位前鋒好像喜歡和福仔 拍多一點 加拿槽有時有些抖氣 看到海龍 有時加拿槽不給球 他有一點想發脾氣 不過可能剛身來就 收眼一點 不要太鬧 現在等待他 大佬 這幾場可以入球 但其實射門次數還是不太多 開季到現在 其實他的射門次數 他在我們萬年層前的射門次數 竟然只是排第六 真可憐 那麼少 安東尼 就是一個正箭頭 射門這麼少 如果我做一個表 就給大家比較 如果真的說英超前面 現在在前面的四個射手 其實這個射門次數 你可以看到 沙南 這裡最少的孫英文 也有51次 最多數眼鏡是67次 但是我們的海龍 下四次 就是人家的一半 都沒有 你想想他的射門次數 這麼少 不過真的很難 但我們經常說 射門入球轉發率 其實他不差 你看到前面的射手 都是 例如以0.17 二代是0.22 先問你 0.22 不過河南也是0.22 你看看我們的 其實都是0.17 其實不是很差 我們經常說0.2 但他是一個頂尖射手 其實可能是0.17 也不算差 所以看到他射門不多 入球都自然 但其實反壓力真的不低 希望隊友跟他做更多的配合 我之前也說 如果公認更多的彈藥給海龍 我估計 以他現在信心為腳鋒 應該下半季 希望今季 等下半季 可以入到10頭 即我們之前都是期望 海龍 有10頭 第一季英超不錯 新西來的5頭 好 好 剛才提到福仔 福啟囚 居然被人罵到 其實他今季上半季 都一直被人罵 即是有些不太好的新聞 這兩場好像有一點 用的行動來反擊 阿志 福仔 這場比賽 和隊友做配合更多了 是 亦都願意全球和防守 態度也很積極 不知是否這場比賽的出路不高 所以看得比較積極 好 真的要生勝 不是年輕牛耳 只是一個打贏 也都在隊中有很少的資歷 希望他真的生安靜 不要這麼厲害 做個表現給年輕人看 起碼做好自己本分 上一場 即是我們贏4比3 那場比賽也有入球 亦都看到他 其實海良那頭 看到他終於肯交球 給福 Overlap的SOR2 非常舒服 其實我們就要福仔做些事 是否真的這麼難呢 但我都看到 現在SOR2比賽 亦都可以安分地打開左閘 因為我們 在3個之前都說了 其實左邊 福仔加SOR2 是最舒服 即是這兩個問題 是最好的 所以即是期望SOR2和福仔 都健康康山山靜 可以先穩住我們的左邊一路 近六場比賽 其實剛才說過 海倫就創造了7個球 其實福仔也有3個入球 和2個助攻 遠遠比他上半季 即是如果下半季 都是這麼長 即是長一場球 都一天入球也是助攻 大家都說遠了 又說另一個 口優復出 之前好像肥肥的卡斯米露 之前打了周六杯的場 展優 他的狀態 這兩場 好像是好一點 是吧 卡斯米露的狀態 現在正在轉上力 可以攻擊 藍節和關鍵傳球 同時也可以讓球隊 可以冷靜的控制節奏 這次做得非常好 坦白說 現在的對方控制節奏 以前可能是阿力神 即是長一貴 或是金幣 其實不算 潘奴就不是控制節奏 潘奴就不是控制節奏 潘奴就不停搏 所以即是一個 不要說十成 我猜七八成的卡斯米露 阿展都收貨了 在我們現在的環境中 八成的卡斯米露 都已經很厲害了 一定收貨了 因為真的看到 其實整個中場有了他之後 是真的有些不同的 即是你說怎樣 明內就好像現在變了 賺膽一樣 即是你說阿力神 達明內 麥康達明內 都好像不是太對勁 Online 8都知道 達明內都不是太對勁 似乎卡斯米露 達明內好像就 上一場之後 就 通常球好像分工明快一點 看來卡斯米露 通常球的數據其實挺帥氣的 三個是一個五個解圍 都是全隊第一 或是敵人第一 另外傳送非常之多 他最多是82次 是敵人來的 全隊第一 即是阿展講了 球隊的折迫氣 算是 另外就是 86.6%的全球成功率 雖然打防中 就容易做到 但是看他全球成功 那麼多 其實都算是這樣 全隊第一 另外也有四次的 成功場傳 就是全隊敵人第2 跟麥加雅一樣 相對相對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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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六次的復活 都有全隊並列第2 以他的連接 以及身形 有六次的復活 都算不錯 另一個又是9月復出 阿展又不是經常賺的 不過這個可以賺多了一點 麥加雅 很少意外麥加雅 這麼快可以搶到正算 因為我還以為華太尼可以 繼續搭著馬天雅 華太尼始終都是這個 玻璃人 之前打了山場 那些應該都要休息一下 是 反而這個六加雅出動力的狀態 我還能保持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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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他先回馬天雅 雖然大貨櫃都有點失誤 不過整體表現 都中規中矩 正如阿展所說 偶之失誤的 即是我們 麥加雅有兩次 一次就 招牌賽 幾乎被人獨立 一個球在後面 另一個球 就少有些 頭錘與果狼 幾乎就 推了 全靠達樂器 非常之容易 所以說一下 這個招牌 剷走了查保雲 那個單刀 否則 有機會被追回 這場 這場 其實麥加雅的主要責任 簡單 主要就是 對著查保雲 即是 只要盯防 由剛才那一下 一次走一走 其實大部分時候 或者麥加雅那種 向前 對於他的踢法 對於到查保雲的臀部都痛了 每次都 沒有人背對龍門 就看到一輛大鋒 是攔腰車馬 即是 拿球都拿不到 沒有人轉身走 很多次的預判 都只是做得不快 即是 失敗了一次 即是九丘 即是九丘復出 即是 還要少少狀態 而現在都保留 另一件 我挺喜歡 就是他那一刻的長傳 仍然在寨 這個是一直都沒有 怎麼退步的 雖然我明白 其實我們現在是想打後場 這個 這個 馬丁尼斯 安娜那些 即是蘇爾 全部 大陸都可以做到 麥加雅真是不厲害 其實是不厲害 但是 有時候下下後場 很容易被人搞死 或者有時候 那些節奏想快一點 我覺得麥加雅是一個 另類選擇 就是真的有 長傳 即是九丘復出 你看到幾下 轉過去給 偶翅的腹底 真的看起來相當舒服 剛剛好 七八十八場 是很棒的 麥加雅這次 希望他 可以在我們現在 重玩全看 玩後場的隊伍裡面 也犯我們 如果真的覺得 很重要 或者想急功的時候 差多下場團 那就棒了 最後就要說一下 其實我覺得 這麼多個 評出球員裡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 都是這個 之前對二次已經說了 他一出來了 就像個火一樣 馬天尼斯 先說些壞事 馬天尼斯 其實他出來了 這裏的後防 其實所有球員都 他的重心都 強了很多 穩定了很多 但他一不在 就打一打 失了後防線的 穩定性 希望 他這段受傷 可以 先強一點 一個月之後 有一點點 糟糕 可不可以 一個禮拜 下場就對維莉 已經 我覺得一個禮拜 就沒有可能了 他那一刻 就是 把對手 打進去 那裡 有點 咬 咬 不是正常的 位置 角度 看起來也同 這個不是他之前 雙方的舊環 就是領袍 有膝頭 但他膝頭之前 好像也有些東西 所以 也是 挺麻煩 昨天 賽後的 訪問 就說 情況是 很壞的 很壞 但他都說 要等 未來幾天做 掃描 找一看 才知道 究竟最終贏 一個月 就 希望 因為 頭一個月 再操下 其實都可以 開始 其實都很貴尾 雖然貴尾 我們都眼上連場 始終都希望 馬奇斯 操得 因為 現在看完 整隊球 中後場 最重要的 就是 一出來 整件事情 又防守 早到串連 部首轉攻 整件事都是 升級出四級 非常重要 總之 近來 坦一格 在 有個說法 挺有趣的 他就說 他教了 萬年年 這一下 終於 都好像 排得出 他心目中的 最強的陣容 大家馬上就想 究竟 現在坦一格 認為萬年 最強的 是誰 因為 因為 你看到這幾場 其實安東尼 已經沒有了 正選 零點和加拿槽 我趁他右邊 翼東 真的變得好 昨天就進入兩球 再說 乾仔 安東尼 好像沒有了 右翼 另外 通常我們說了很久 誰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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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搞了很久 最終 最終 明內 就見了搏檔 明內 也是 第六個年輕人 可以聯合球 分農英超正選的球員 第六個 僅僅小時候 一天 卡斯密爾 似乎是雙方中 穩定了 就是亞歷神 可以安心 後備 麥湯 好像是後備 順烈的第一位 四人防線 看怕 魂彌撒卡 這一刻 都輸給達爾士 達爾士 其實是 今季 你說馬琳 那麼多投影 我覺得他是 最平穩的一個 這兩場 不過他 飾演一個 內修的遊戲 也打得非常好 這包都說 達爾士中場屬性 是強過後衛屬性 所以這個角色 對於他來說 相當舒服 馬琳尼斯和索爾 都是穩陣 唯獨是 麥加雅 是不是真的 跑贏華拉尼 還是 華拉尼 金貴貴味 就走呢 所以就用麥加雅 你真的不知道 但似乎 這一刻 是麥加雅 但是剛才 就說了 馬琳尼斯 你傷了 估計 他順勁由華拉尼領贅 不過 麥加雅 和華拉尼 不是適合 這個左中間 究竟 如果 華拉尼加 麥加雅 誰是左中間 那 問阿展 你可否同意 這個 坦拉 最正受給人呢 其實 這輩子 應該是 現時 來說 最厲害的 不得你 看萬字嗎 我只想問 萬字 為什麼這麼貴 買回來 是 你可否記得我 跟貴第一撮 已經跟你說 瞞著眼下 一個新組 是 預言成功了 是 是 聽說最近 他又 又變回單獨高連 好像又有些傷 唉 又回到 不知道搞什麼 那龍門呢 是 應該不變吧 龍門這些東西呢 不如我是很想變的 哈哈 但是呢 有個角頭腦在 我覺得 真的不會變的了 但是 昨晚又OK 昨晚又打得不錯 昨晚是人家 因為沒有了 前鋒 前鋒有個 殘陸寶文而已 你試試 有一個 安東尼 當然 你不覺得 他打得好 浩子和雲比沙卡 這裡有沒有 少少 生意呢 黃比沙卡 是不是輸了呢 我覺得 黃比沙卡 之前有幾場 有幾場 有幾場 阻集呢 都不錯 哈哈哈哈 是啊 現在玩在西亞 都不知道要哪個世界 不如他就去看阻集吧 看看未來的賽程 不看那麼遠 我們看實力的意義 因為昨晚是中中杯 其實還不知道 對手是誰 不過應該是一條 但不要理會他 因為現在的英超 我們好像有一點希望 希望的意思 不是說 頭四 頭五 是 可以 好像只剩下 之前 我跟阿展 覺得 剛才是11 那現在 希望回到第六 好了 看看未來三場 兩場 裝俠對維拉 和盧 陳主持率 很好 裝俠對維拉 大家知道 是非常難的 就是轉俠對維拉 那剪了 暴盾近來 瘋了 真的 很強 對 不行 這三分 我就要期防 和維拉 和維拉 贏了 副下就應該贏了 應該是4至7分 是吧 對 我也覺得 應該是有機會 起霸刀一勝一和 防守 我們吃著個勢 千萬不要維拉 又來大敗一場 現在的勢頭是 不錯的 維拉近方 也不是10分 10分之順 也有少少反促 希望 我們 真是放下身段 我覺得對維拉這場 阿展 應該打穩縮特劑 真是應該打防昏 因為維拉 是不會抗密集的 太透明了 所以我覺得 大家 不要心紅 千萬不要和維拉對公 要不然 就中計了 我們忍著 去到維拉 先收 先放一放特劑 希望福仔和 前面三叉戟 近來挺厲害 希望摸摸和 甚至要偷雞成功 下一場 我們在維拉之後 再見 有沒有留意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給個like 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